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國際風雲 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東時間10月3號 星期一 來看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 近日 中共舉行了所謂的慶祝十一招待會 中共中央七常委加上王岐山等人 以及外賓共500人參加 不過一張由路透社抓拍到的 習近平與李克強的碰杯的照片 引起了海外媒體的注意 照片中 李克強有意向習近平做出了不禮貌的動作 外界質疑 中共高層間到底是出了什麼事 引發外界的猜測 綜合大紀元10月3號引述評論人士周曉輝的分析指出 這張由路透社抓拍到的照片中的焦點人物 是近期處於中共高層博弈傳言中的兩個主角 習近平與李克強 外界之所以說照片詭異是因為有幾點不同尋常之處 首先是李克強握杯的手勢不尋常 照片顯示 習李正準備碰杯 習握杯正常 不正常的是李克強握杯的右手實指指向了習近平 這是極為不禮貌的動作 曾經經歷過無數國際國內大型宴會的李克強 難道不懂嗎 如果知道 那就是有意為之 其次是習李二人的表情不尋常 照片中 習抿起了嘴唇 肌肉緊繃 面無笑意 似有鬥爭之氣 與之相反 李克強表情放鬆 嘴唇微張 露出了一絲笑意 兩人截然相反的表情 也讓人覺得詭異 還有一點就是照片中 除了兩個焦點人物之外 習身後和側前方背後鏡頭站的兩個戴口罩的黑衣人引人注意 尤其是站在習身後的黑衣人 眼神緊緊地注視著兩人的碰杯 很可能這兩個不戴口罩的黑衣人是警衛或者是特警 不過 照常理 大會堂的內外 宴會廳內外 都應該佈置了不少便衣和特警 在這種情況下 習還需要一個貼身警衛嗎 習在擔心什麼 還是有其他的原因 此外 評論人士周曉暉指出 外界有一種觀點認為 李是在此釋放裸退的信號 傳遞自己不將官場規則放在眼中的心裡 以表示自己即便是在政治上失敗了 但精神上卻勝利了 以李克強在中共黑幫裡這麼多年能夠步步攀升來看 這樣的觀點還是看錯了李克強 因為在中共的黑幫中 沒有一定的手段和狠辣 是不會爬上高位的 每個人的背後隱藏著的秘密 一旦揭開 都是觸目驚心的 李克強如果選擇精神勝利法 不是這個方式 另外從習的表情看 也似乎將李視為對手 而不是一個即將離開的下屬 然而就在外界紛紛的傳言 李公開挑釁習的大背景之下 李的底氣究竟來自哪裡呢 只能是來自中共元老 8月初的北戴河會議上 因為經濟的惡化和極端的清零政策 習遇到了元老們的批評 而主張恢復經濟發展的李克強則得到了支持 隨後李克強南下深圳 意圖效仿當年的鄧小平 並發出了繼續改革開放的聲音 還說 改革開放不會停頓 長江黃河不會倒流 然而 美國多長時間 因為習並沒有公開支持改革開放 各地依然堅持動態清零 甚至還出現了閉關鎖國 是有限開放論的聲音 李的改革之聲也被轉低 不過即便如此 李克強在最近的講話 還是反覆提到一個核心問題 那就是改革開放不動搖 而這樣的言辭 在已經被動態清零折騰的了無生氣的經濟 西方不斷與中共脫鉤 以及閉關鎖國言論的背景下 就有著特殊的意味了 近日 有美國政府資助的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披露 中共政府在過去三年 以更具技巧與更隱晦的方式 塑造全球媒體論述 中共中央黨校近日更是宣布創設國際傳播研究中心 企圖透過敘事美化中國 優化對外傳播管道 提升國際話語權 根據自由時報的報導 中共中央黨校9月24日宣布 成立中華文明與中國道路研究中心 和國際傳播研究中心 中共黨校副校長謝春濤指出 目的是要提升國際話語權 尤其在疫情爆發之後 中共的刻意隱晦導致國際形象大傷 因而積極地發動訊息戰 試圖搶奪話語權 北京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的主任 李希光甚至直言 用中共的思想來取代西方社會的思想 根據國際記者聯合會2021年的報告指出 中共在疫情期間透過敘事提升形象 重塑全球媒體格局 此外 自由之家的2022北京全球媒體影響力報告更表明 過去三年 中共政府更常透過主流媒體 大規模散播中共當局支持的內容 騷擾和恐嚇那些發布不利於中共政府新聞或意見的機構 以及網絡霸凌使用假社群媒體帳戶與散播假訊息 另據美國之音的報導 中共二十大召開在即 針對掌握軍權的中央軍事委員會人事改組 學者認為 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篤定連任 兩名副主席許其亮和張又霞將以72歲借鈴退休 與習近平關係密切的66歲海軍上將苗華 可能會晉升為軍委副主席 另一名副主席可能是68歲的國防部長魏鳳和 或者是69歲的聯合參謀部參謀長李作成 報導還表示 經歷96年台海導彈危機的台海幫可能會順時而起 習近平決定以武力收復臺灣的可能性大增 近日 海天醬油被質疑 對出口產品和內銷產品的添加劑實行雙標 引發了網友的憤怒 而之後 海天的官方聲明卻對關鍵問題避而不談 並沒有打消網民們的質疑 多位表示是海外的網友曬出了自己在國外買的海天品牌的醬油 配料表上沒有添加劑 相比之下 國內海天醬油的配料卻有多種添加劑 這個事件持續發酵之後 讓海天醬油陷入了一場空前的品牌危機 9月30日晚間 海天官方發聲明強調 海天所有產品中食品添加劑、使用以及其標識 都符合國家相關標準、法規等要求 聲明指責有人在網上散布謠言 妖魔化食品添加劑、黑化中國食品安全 並對部分自媒體啟動法律追究 但網友質疑 海天官方只是強調自家產品符合國標 卻對關鍵的問題避而不談 因此並沒有打消網民對於海天醬油、出口產品和內銷產品雙標的質疑 網上有人力挺海天 他們認為 海天醬油所用添加劑符合國標 是合法添加 而且食品添加劑只要控制在限定的範圍 不會危害生命 也有人說 海天直接解釋國內外對食品添加劑法規不一樣 國內以後也直接上一部分沒添加劑的產品不就得了 但也有網友批評反駁道 符合國標並不是對抗公眾監督的擋箭牌 如果一家企業把好的東西賣到國外 卻憑藉著國標的漏洞向本國人出售品質更差的產品 在良心上是說不過去的 網友還舉出了中國的食品安全新國標倒退的例子 在少數幾個大的乳品企業的操縱下 乳液新國標中的生乳蛋白質含量以及均落總數 標準不僅落後於國外 甚至還不如25年前的舊國標 遭到了業內人士的炮轟 對於中共制定的食品國家安全標準 有人一針見血地指出 韭菜們知道政府根本不在乎他們的身體健康 不在乎他們將來得什麼疾病嗎 您對網友們兩方面的意見有怎樣的看法呢 您是贊成海天公司的做法還是反對呢 請在評論區寫下您的答案 俄烏戰場很快就要進入寒冷的冬季了 俄羅斯杜馬副主席古魯烈夫的報告指出 有150萬套俄羅斯武裝部隊的冬季軍裝 原本是為了在烏克蘭的動員兵準備的 卻在倉庫中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他的報告指出 至今仍然不清楚存放在人員接待點的 150萬套冬季制服去了哪裡 我們碰到了一些問題 這些制服是不是在某個地方蒸發掉了 沒有人能提出任何解釋 但俄羅斯官方卻對此聲稱 只是放錯地方 將會找出來 有消息表示 現在俄羅斯軍事商店的軍裝 等相關的軍事用品的售價 已經暴漲了29%至140% 因此有人懷疑 倉庫的管理員賣給軍事商店 商店再賣給動員兵 還有一種可能性就是 這150萬套制服從來就沒有入庫 因為作帳的人沒有想到會爆發俄乌戰爭 沒有想到冬季突然動員數十萬人參戰 所以一部分東莊沒有入庫 俄羅斯軍隊長期處在物資 醫療 彈藥不足的處境 時常有俄羅斯的軍隊高層貪腐的消息傳出 英國國防部在9月4日的戰報中指出 俄羅斯士兵除了對戰鬥的疲勞與死傷慘重不滿之外 對薪資報酬的不滿更是主要的問題 在烏克蘭的俄軍沒有得到應有的報酬與待遇 軍方高層的貪腐問題也讓原本低迷的士氣雪上加霜 俄烏戰爭迄今已經有7個多月的時間 但在烏軍近來不斷的反攻下 俄國目前所佔領的烏克蘭土地面積 已經比戰爭初期還要少 據CN的報導 當時俄軍分別從北部、南部、東部三處戰線推進 在俄烏戰爭爆發後的5天內 也就是2月28日前後 俄羅斯和親俄民兵部隊總計佔領烏國11萬9千平方公里 將近五分之一的領土 這個算法包括先前已經被吞併的克里米亞和頓巴斯地區 華府智庫戰爭研究所的資料顯示 在俄軍入侵將近一個月的也就是3月22日 俄國佔領了烏克蘭的27%的領土 這是雙方開打以來的最高數字 但到了4月8日俄羅斯聲稱要將重點放在烏東 因此決定從北部前線撤退 短短幾天內放棄了開打之後所佔領的40%的土地 接下來從5月初至8月底 俄國每個月能夠取得烏國200至140平方公里的領土 9月初烏克蘭軍隊從東北部展開閃電反攻 收復俄軍在哈爾科夫地區所佔領的土地 9月11日烏軍在一天之內創下取回4000平方公里的硕大戰果 截至9月的最後一週 俄羅斯控制了烏國11萬6千平方公里的土地 包括克里米亞 比戰爭初期還少了3000平方公里 為了確保佔領區 俄國近日在烏克蘭境內的頓涅茨克、盧甘斯克、 扎波羅勒和赫松等四周舉行了公投 將四地納入俄國的版圖 但事實上 頓涅茨克和扎波羅勒的大部分地區仍在烏軍的掌握之中 觀眾朋友 針對路透社拍到習李碰杯的照片 引起海外媒體的注意 外界認為 照片中李克強是有意向習做出不禮貌的動作 您怎麼看這種說法呢? 歡迎在視頻的下方留言和我們分享您的看法 如果您想支持希望之聲的頻道 請別忘記幫助我們點讚 訂閱和轉發 也可以使用特別感謝功能來支持我們 感謝您的收看 下次節目再見 Update 這 沒 抽 你們 他們